欢迎宪斯利四位高中的棒球队 日前参加了110学年度全国高中软式棒球联赛 勇夺校史第一座的软式棒球冠军 也创下学校以及花莲县 在全国高中软式棒球比赛的记录 而日前县长许正位也亲自接见并表扬恭贺全体的队职员 并且由棒球队队长执政了冠军景旗 以及讲座给县长象征着光耀花莲 举着校旗从火车月台列队走向广场 受到十三家长及旅客热情欢迎 日前四位高中棒球队参加110学年度全国高中软式棒球联赛 勇夺校史第一座软式棒球冠军 17日棒球队全体队职员来到花莲县府 向县长许正位报喜讯 并由棒球队队长田耀致政冠军景旗及讲座给县长象征光耀花莲 今天要非常非常谢谢我们得到了全国高中联赛的软式棒球 真的是了不起 尤其是其实在我们四维的办学 在全国或是花莲家长都非常非常地认同 尤其是在我们每一年 这个机职的征兆还有我们老师的权利的这个协助 以及这个带领我们的同学 让我们的同学其实在这个各项科目以及听力里面都非常非常地优秀 我要再次谢谢四维高中董事长 校长和我们所有的老师 当然荣誉这个常说啊这个今日我以四维为荣 明日四维为民民荣 而荣誉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 所以今天代表花莲先出去 也代表我们四维高中出去 得到了荣誉我想最高兴的是我们黄董事长 对不对 我们可以给黄董事长 徐正伟肯定四维高中在体育技职证照升学等办学表现 感谢董事长及所有教职人员用心 培养孩子们考取多张证照 让孩子毕业后与职场无缝衔接 在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敏陪同下 除了颁赠新台币5万元加菜金给棒球队 也接证队职员全中运游票和优游卡做纪念 勤勉四维高中棒球队明年继续连霸 记者讲帮演华林士报道